之前有張照片是全新未開的Earsonic ES5 到現在還未開的 今天是開箱的 Earsonic這個品牌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SEM9 SEM9我當時聽到真的有嘩一聲的感覺 跟A9的同樣驚喜 但SEM9的黑色我覺得不太好 所以最後選了A9 但SEM6也很帥 透明殼也很帥 但沒有9的聲音 如果有一個SEM6的外形和有9的聲音 我就殺了它 當時兩樣東西都是驚喜 9就是聲音,6就是樣子 今天開箱最新的ES5 先說說盒子 為什麼要說盒子呢 我覺得它的盒子很簡單地交代到我需要知道的東西 就是它告訴我這個是三路 五個單元 上、中、下路 怎樣分呢 就是一個低、兩個中、兩個高 然後給了一些簡單的設計 好過就是如果你有這麼大版 其他耳機當然是寫一大堆吹水 用什麼物料、配戴舒適、怎樣好聲 它沒有的 全盒都沒有這些東西 純粹給你一些簡單的數據 我夠了 其實這些資料我夠了 因為耳機來說 你當然是試 它說什麼都沒有用 你戴上耳朵試便行 還有你知道它有多少單元 你就大概知道它分析力有多高 聽得多不一定代表好的 但是有些人喜歡聽很多 要數這麼多樂器 那我就不用 五個單元或者六個單元左右 我是喜歡三個或者六個的 三個單元就是高中低每一個的分配 如果六個就是高中低每一個的分配 我通常經驗就覺得這樣會平均一點 那它現在一個低、兩個中、兩個高 可能它的低一個已經夠了 所以這個佈陣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它是五個單元 所以它叫ES5 那我同場的比較可能不太公平 我就會用自己用開的A9來試 咦? 很帥仔 不是一個就這樣黑色的樣子 要怎樣開 啊 退出來 這個開箱都頗開心 頗別致 這樣退出來 好 現在試一試聽 好 剛剛試聽完 先戴我的眼鏡 為甚麼試聽要脫眼鏡 因為我懶得這裡撞到那條線 剛才試了幾個歌 試了Live 試了女聲 試了Jazz 如果比較起我聽的A9來說 我自己覺得ES5是比較中頻吸引 尤其剛才我聽打Nacquell 人聲一出的時候 我覺得 挺有味道的 因為A9本身是非常平衡 分析力和味道中間是一個平衡 我自己中頻來說 我會喜歡ES5多一點 以及ES5聽到它的聲音 足以挑戰它之前的SEM6 不要挑戰狗 狗已經是很奇藍 狗我覺得已經是極致 它挑戰到6也不錯 而且它小顆了 外形比較 比起6和9小顆了 但也戴得頗舒服 不是那種貼了耳的 但也不浪 我剛才聽了幾首歌 都好像沒有戴 我都覺得OK 不錯 以那個靈敏度來說 或者配合這個Player的推力來說 我剛才用A9的時候 我是用60 即是一百分之六十 ES5 我是用到七十到七十二 都是七十到七十二 即是有一百 七十到七十二 就推到一個我認為OK的聲量 尤其可能因為它未煲 剛剛收縮膠這樣拆出來 那個Base就不夠實 但是量是足夠的 即是量是足夠的 我想它煲一煲會再好些 所以如果是之前有玩開 Sonic的朋友 我覺得這隻一定要試 如果你沒有玩開 找一隻中價位的 我覺得它的聲音已經足夠取代了6 如果給我選擇 我要是選擇9 要是選擇5 所以大家有時間 不妨去比較一下 再聽一下 我現在嘗試可能 插著Player 煲它一晚 明天會不會好些